各位龙屁及同修们大家好,我是来自新加坡的Irene Chua。 我在2005年认识新加坡法身士,参加静坐班及听闻佛法开示, 让我印象最深的佛法是因果报应及佛教的业果定律。 了解生而为人,今生业,前世造的道理后,我才明白, 在我人生所发生的事情和面对的波折,我无法改变。 但是我可以倾修功德,听闻佛法,诵经,静坐,发愿, 及布施各种功德来设计我的生命难途,让我走出人生的另一个道路。 我学习当义工,每年都跟着新加坡法身士团体, 一起到泰国法身士,参加许多大法会,以及进场修坐营等等。 在这段时间里,是我人生最开心的日子, 有龙屁们的教导,与好友们的爱戴,让我感到幸福快乐。 我在2014年,为了供孩子完成学业, 我必须离开新加坡,到香港与中国工作。 我离开了新加坡,感觉自己跟法身士有了距离。 奇妙的是,在功德安排之下, 我很幸运遇到正在中国读书的龙屁婆公。 知道香港有法身士分宴, 我就安排时间,在周日到香港法身士学静坐。 日连后回新, 因工作忙碌,无法像以前可以到试验单一工。 每当新加坡法身士主办卫塞节法会时, 我都会见到龙屁耸给。 龙屁耸给鼓励我不要停止静坐, 要尽量安排时间继续回去试验。 可是,我还是没人做到。 2019年,在龙屁婆公的介绍下, 我认识了三知识, Janice Tan, 就是Janice与迈西传送有关静坐记修功德的信息。 这两年,我很有福报地跟着Janice Tan, 不断地修好多法身士及其他中心法会的功德, 让我有机会累积更多的功德波罗密。 非常感恩Janice让我感受到, 我又回到法身士这个大家庭。 三知识是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不只是贤验热马, 还可以说服走回正途。 在此,我要感恩祖师, 法圣大师傅及张老奶奶的教导, 让我认识了法身法门修行方法, 感恩每位龙屁门佛法开示, 用心讲解, 不断鼓励让我们继续修波罗密。 感谢冰城法身修行中心, 让我有机会修这份殊胜新试验的大功德。 今天,我把供养新试验的大功德, 供养给涅槃每一尊正等正觉佛陀, 每一尊辟之佛, 每一尊阿罗汉, 以及法身法门三位导师, 全球法身世生团, 验证法永足世间, 成为我们弟子的福田。 最后,我把这一生所累积的功德, 与全球法身世的团体和同学们分享。 我们互相随喜功德, Sadhu, Sadhu, Sadhu. 和它们的小风格说。 唔已经内 我不是在耳屯 鱸肉肉就ثر缝 我可以在为达 希望我丢心 我心里在 我心里为大家 也是我们在心里 从这些angan 나와 我们真的会变得起作用 但有心里会发生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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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中文字幕志愿者